這是我們的老闆要來負責的 而現在派遣工還會影響我們正職勞工的就業機會 現在政府不再想要把外樓的名額提高到40% 他也打算讓派遣勞工提高到30% 也就是說40%加30%裡面有70%的工作機會 都不是正職的工作機會 一個工廠100個人裡頭只有30個人 他是正職的就業機會 只問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工作 沒有一個穩定的心智 我今天來工作明天就不知道會不會被解雇 我今天發生職業災害不知道老闆會不會理財 這樣的工作是一個穩定的工作嗎 現在我們的政府我們剛剛經過教育部 我告訴大家他現在還要漲學費 漲大學生的學費 我們贊助很多勞工朋友家長 送小孩子去念書去補習 就是希望他將來能夠上一所好的大學 出來出人頭地 可是現在 學費越漲越多 我們的小朋友以後的就學 可能都要到助學貸款來解決 還沒有出社會 就先欠了一屁股的債 還沒有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所有的錢就要先拿去付學費的學貸 這樣子對我們勞工朋友的小朋友以後要翻身 是越來越困難 前面教育產業工會的彭仁育理事長也在講 現在 在桃園縣的國中小裡頭 有四分之一的老師 是沒有合格教師證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政府 他不願意聘用更多的正式的老師 我問大家 有錢人 員工請家叫來替自己的小孩補習 我們這些勞工朋友 是不是只能看自己努力 如果今天在學校裡頭的老師 都沒有辦法給我們的小朋友 一個好的教育品質 是不是等到江南要考大學的時候 要出來找工作的時候 都會落後那些人 所以現在的教育政策 也都是不斷地在複製 讓我們的勞工朋友的小朋友 沒有辦法翻身 所以請各位勞工朋友 真的要站出來 關心這些政府現在真的執行的政策 不光光是學費而已 還有我們自己的勞動條件 包括外勞的配合不斷地提高 甚至現在丟出來的議題 他是希望 企業家原本要繳一筆就業安定費 如果今天你的工廠想要聘更多的外勞 他就必須繳就業安定費 可是現在的政策 就是要取消這個就業安定費 也就是說 他聘更多的外勞 也不需要繳更多的錢給政府 也就是說 還可以用更低薪的外勞 來聘請 也讓我們本國籍的勞工的工作機會 沒有辦法獲得 這樣的話 我們的失業率怎麼可能降得下來 他說 要調高基本工資 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 要GDP連續兩季超過3% 要失業率降到4%以下 我告訴大家這個門檻有多高 我們的失業率從2008年以來 已經連續50個月 都衝破了4% 都衝破了4% 從來沒有下降過 而面對這樣的狀況 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案 竟然是想要提高更多的外勞配額 所以在這裡 我們勞工朋友 每個人手上都拿著一顆蛋 我們馬上就要轉進 海達哥安大道了 也就是 今天我們活動最重要的目標 我們要告訴政府 今天他提出來的成績單 就是蒸一顆蛋 我們要讓他知道 我們有多麼的憤怒 有多麼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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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麼的憤怒